今天星期一带您吃烤鸡 欢迎收看全球首档吃鸡类美食探计节目周一吃鸡 我是许太阳 还是烤鸡炸鸡还没找着 然后今天我们来的牛街 这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烤鸡店 大义烤鸡 反正这个地儿不太好找 我跟摄影小妹我们俩溜达过来的时候迷路了 在烤鸡店门口绕了两圈 走带您吃鸡 我们已经回家了 没在车里头 因为这地儿离我们家也不算太远 所以我们就回家路 主要是因为这鸡太大 在车里头摆动不开 我闻着巨箱 而且你看汤汁还挺多 然后今天要求赞 因为今天这只鸡太贵了 今天这只鸡270块钱 上牛街千万不要开车 我们今天又被铁条了 这应该比我们吃白鸡还贵 因为这些东西买回来268 加上200块钱的罚款 对吧468 有情提示去牛街还是不要开车了 我还是热乎的 哇塞 纯纯的鸡肉的香味 蒸鸡的那种香味 主归这个鸡应该是炖 我炖完再烤了 尝一尝尝尝尝 好嫩 然后也很香 就整个鸡肉的香味很足 但稍微有点咸 这个烤鸡闻着是要比吃的香 我们开车回来这一路就遭了 作业的这个香味 一阵一阵的 那受不了 那吃起来感觉 没有香到那种程度 也很好吃 但是吃起来的肉香味 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好 爽 就它这个鸡皮还是很入味的 但也可能是因为焖了一路 所以它没有那么焦脆 就是吃起来只是有鸡皮的韧性 然后继续常规项目 对吧 你的常规项目就是扒人家胸是吗 我尝尝鸡胸啊 怎么叫扒人家胸呢 你说的 人现在都说你开车开的比我厉害 那你是不是在扒人家胸啊 这要撕扯 你觉得撕扯人家的胸好听多少 我觉得闻上去有点鸡肉的那种香味 里头感觉就没有进味 全是那种白水煮鸡胸的味道 汁味还是很足 但是整个鸡胸味道没有那么重 就是它进味了 但是没有进到很里头 我觉得这个跟香菲烤鸡 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太琢磁这块吃起来有点噎 既然去牛街了 还是要买些别的东西 医保荷叶正高 哇塞 这个一打开全是浓浓的枣香味 哇塞 这个太爽了 糯米 也加上浓浓的枣泥 哦 太爽了 非常糯的口感 然后吃在嘴里全都是枣香味 加上这种枣的甜味 哇 这个是18块8一斤 然后这一盒基本上就一斤半了 这30块钱差不多 糯米的软不弄 加上这个枣馅的赤油花 然后加上这个满嘴的枣香 我这个强烈推荐 就是如果你们去买大易烤鸡 或者如果你们去吃聚宝园 对吧 一定要买它 其实我个人感觉啊 聚宝园真的就那么回事 但是这个增高就特决推荐 聚宝园呢 也有 这是聚宝园他们家最值得吃的东西 这个东西不用去聚宝园里头买 在门口就有个小窗口 就专门卖聚宝园的烧饼两个钱一个 就芝麻的壳特别厚 然后外皮很酥 里头很糯 椒盐味的 一掰开就是椒盐的香味 像我一般都是去买正高之前 先买几个烧饼 然后一边排那个正高 N长的队 然后一边吃点烧饼 其实现在已经凉了 但还是很酥 非常好吃 这鸡一直听到背景音里面有咯吱咯吱的声音 就是我在啃鸡爪 这聚宝园的烧饼还真是挺厉害的 现在已经凉了 但外科还是酥的 而且还是酥脆 配上这个鸡肉吃真的好吃 总评一下吧 这个大义烤鸡 我觉得就是可吃的水平 这对于我来说 这个烤鸡没有香飞 烤鸡好吃 摄影小妹觉得他们家鸡爪子好吃 就整个录这期视频的整个这个过程中 摄影小妹一直在啃鸡爪 一个手拿着摄像机 一个手在啃鸡爪 如果你们觉得这鸡有点晃的话 回头我就投诉了 这个大义烤鸡他们家吧 除了烤鸡 还有鸡翅 鸡心 鸡榛子 鸡干 还有鸡爪子什么的 牛肉什么都有 然后呢 我其实都尝了尝 对吧 我觉得都比较一般 但摄影小妹觉得鸡爪子好吃 好感谢您收看这期全球首档 吃鸡类美食探店节目 周一吃鸡我是许太阳 下周继续找一找炸鸡 看看有没有炸鸡可吃 拜拜